沧修玄现在的行为举动让她吃惊 以往她虽然察觉到沧修玄对她有企图 可她从未表现得如此明显 喝多了就早些回去休息 好 我会早些回来的 我让人送你出去 她绝对不能再跟这个男人待在一起了 撩人鱼无形 实在是有点抵挡不住 温平 送客 送臣一个人蜷缩在椅子上 脑袋里一遍一遍地回放着 沧修玄的唇瓣在自己脸上的那个画面 她缓缓伸手放在自己脸上 仿佛那里还有那炙热的温度 在这之前 她从未仔细去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说 她一直在逃避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她问问自己的心 仿佛一想到沧修玄这个名字 她的心里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姑娘 夫人叫你 门外 温平的声音打断了送臣的思绪 她赶紧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把刚刚涌出来的那些东西又全部压了下去 在哪里 有说什么事吗 夫人没说 不过我瞧着夫人今日好像挺开心的样子 先去瞧瞧 嗯 夫人在客厅等您呢 温平也是一脸好奇地跟在宋辰的身后 往客厅那边走去 还没走进客厅 宋辰就听到里面有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 其中有一个人声音特别大 说话的语气还十分的夸张 妹子啊 我可跟你说啊 那家的姑娘 可真是我们这十里八乡都少见的 要不是看你家宋和太优秀 是绝对不会让我来说这门轻事的 你自己也知道 这天下间 哪里有女方找男方来说亲的事是吧 这是媒婆上门了 给我哥说亲的 在她的印象里 这个时代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要说亲 不都是先要相看吗 这双方父母要是都看对眼了 才会请媒婆上门 怎么到了他们家就这么不一样了 相看都还没有 女方倒是先找了媒婆上门 宋和 孙媒婆 你这是来给我们家宋和说亲的 结果谁知道 她高兴了半天 竟然是女方主动找媒婆上门说亲了 这样的女子 她们宋家是坚决不能要的 可不就是你家宋和吗 这孩子实在是太好了 你看看我们这附近多少姑娘都盯着她呢 今日我来说的这家姑娘就生怕别人抢先呢 妹子你应该要高兴的 你家儿郎这么抢手 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 不知道孙媒婆说的这家好姑娘是哪一家 是镇上坐酒楼的董家姑娘呢 孙媒婆 这一趟可能是辛苦你白跑一趟了 我们家宋和现在还不准备疫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是啊 妹子 你们家宋和已经到了说亲的年纪了 怎么还不准备说亲呢 妹子 你给我交个底 是不是你们已经有相看好的姑娘了 你们要是有着相看好的姑娘了 也可以找我孙媒婆 我保证给你们把这亲事说成了